哎你们知道一个没有坐过公务舱 没有住过好酒店的外国人出门有多丢人吗 我昨天呢又出差参加一个节目录制 这个录制吧一个艺人可以带来人 一个叫执行经纪一个是化妆室 结果呢这次给我当执行经纪的小同事呢 家里突然有急事回老家了 我也着急 我说这咋办呢 我老公说 我去呗 我还真找不到人实在没办法最后带他去 到了机场就丑了 我说姨妈你说你哪有执行经纪的样子 她说我进了机场就一直执行呢 我也没乖乖啊 那刚才谁冒出了老太太一板执行 到了机场都不给定的是商务场 那她从小到大从来没坐过商务场 上去之后那个嘴脸呢 啤酒 饮料 矿泉水 所有东西喝两罐 人家问她吃啥 她把菜单仔仔仔仔仔仔看了一遍 问人空姐 这晚餐太贵了吧 龙海水鱼的六七百 一个破鸡中肉还435 空姐说 接着晚餐都是免费的 您看的数字呢 是卡路里 是卡路里 然后我俩本来不挨着 空姐看我旁边的座位没有人 就把她从前面给挑过来 她坐下之后呢 就喜欢人工厂发这个拖鞋 要带走 然后她坐在11F 她趁人不注意跑回 她原来做9H 脚上穿的是11F的拖鞋 把9H拿回来的和我的拖鞋 都C数二里 下个机器的时候 空姐只要过来跟她说话 她拒绝一线个光追尸 装背看脑 从头往头走 都上百度车了 我都跟不上了 我说你跑啥呀 她说 我不穿着那拖鞋的吗 可能是空姐发现的 不让穿着 回到冰房我才发现 她把飞机给的手绢都拿回来了 还把我的精华拿回来了 以为飞机给的呢 我说那是我的夸迪 选用四跑 一次一只贼好牺牲 她这个水油同补 抗老级修护屏障 看着贵妇在吐血的清爽 效果也不错 适用于多种肌肤 不仅养脱还增弹自分 第二层上妆 避免出油卡粉 四跑的材质 充分维持这个水油小分子结构 每次出差我都带着一把 到了酒店人客户 给每个人开了一个房间 但是大家知道 我跟我的执行经纪呢 就住一个屋就行 我说就开一个房间 另一个就别砍了 他说 必须砍 住酒店订俩屋 住一屋 控一屋 这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 就有的梦想 暗夜我都要睡着了 他拿着房卡 去不住的那个屋 吃了人家准备的糕点 喝光了酒店的好水 洗了一个澡 拿走了所有洗漱用品 和两双拖鞋 最后订了个闹钟 睡了两小时走的 第二天早晨 吃了一顿三年 没吃过的早餐 去建筑房人 见了一个四年 没见过的神 去游泳池游了一个 五年没游过的游 问人家泳池工作人员 拿房卡可以免费游过 人家说可以 进去必须穿拖鞋 他说小的 我就没有别的鞋 没有别的鞋 但是爱占便宜吃亏 这个事多少 是有点依据的 我们出差 那是有参谱的 你得拿着发票 人给报销 我工作那天忙 就光吃个盒饭 参谱一分钱没用 但只有当天有效 他就难受了 下午五点多钟 开始摇人 突然联系 他妹妹的小学同学 俩人可能在加拿大 就二十多年 一共见过散面了 要找人叙旧 见了面好 俩人就都不知道 彼此姓啥 就尬聊 我老公敬人酒 说这个加拿大人不多 在中国的加拿大人 更不多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朋友 聊差不多了 人服务员拿伞码机 来买单来了 大部分就咔嚓 但因为你不要动 你别动 就是在中国 然后就掏出付款码 又买单 说开发票 主要说 今天店里急剧坏了 开不了发票 开不了发票 大部分就说 虽然在中国 但咱们还是按照 加拿大的方式来 更简单 咱俩就正常AAV 选过David David说 AA可以 但是我叫安如 吃完饭我就问他 我说 你不尴尬吗 他说 加拿大朋友不多 又少一个 又少一个 啊